正手拉球动作有什么问题 拉球可以适当增加撞击哦 这位球员他在拉球的过程中 重心和腿部的蹬转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那么唯一的美中部组可能就是 摩擦的较多撞击的较少 因为对方派过来的球 轻且没有旋转 这样的球很难借到力量 所以说在训练的过程中 遇到太出来的这种质量的球 我建议这位球友应该把板子多亮一点 先撞击撞上球了之后再进行摩擦 才能更好地把球吃住 出球也更加地有质量 好的 这就是我的建议 希望您能够采纳 评论区里的教练们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